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爹爹游首线就有强烈的反社会倾向 年轻的时候因为强奸和抢劫被判了18年的重刑 在他爹坐牢期间 游土黄和他兄弟游土黑 就是黄土黑土这俩字倒过来 这兄弟俩没人管了 很小的岁数就混迹于社会 偷点东西家常便饭 小学没读完就辍学游荡 捡垃圾打短工 经常干的就是倒戈电缆电线 1996年的时候 游土黄呢 掳掠了一个从福建流浪过来的女人 当了媳妇 1999年 他恶习不改 因为抢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就在沙阳农场服刑五年 他服刑期间呢 他爹放出来了 一家子传奇啊 各位 他爹回到家一看 太好了 儿子结婚了 家里有女人了 这么着吧 反正你老公呢 还在里边 你一个人孤单寂寞冷 爹爹先来陪伴于你 把这儿媳妇愣给发展成自己的情人了 咱们这么想啊 这个女人应该心智上也不是很健全 大老远的从福建流浪过来 游土黄抢过来当媳妇 他也不跑 也不告 公公出来跟他说什么也是什么 这就说明这脑筋不太够使的 等到游土黄也放出来了 看见这女人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叫媳妇还是叫小妈呀 游土黄失去了对家庭最后一点牵挂 开始仇恨一切 有人反映说 刑满释放之后的他有家不回 常年混迹在武汉大雾和上新级周边的城镇 长期没有正当之夜 这人性格阴沉性情暴虐 聊着聊着天呢 不知道为什么拍桌子就蹦起来 出手就放大招 而且他和吴小发经常有往来 2007年是2月23号 也就是案发的前三天 游土黄坐吴小发的拖拉机 一起到黎明石灰厂去买石灰 俩人没几句就聊层了 爆发了冲突 幸存的汪发华呀 记忆犹新 说游土黄当时那种狠呆呆的眼神呢 就是要吃人 案发之后 在接受公安人员调查的时候 他说自己在弟弟游土黑家里过的夜 经过分开调查 游土黑的媳妇没提过 游土黄在他们家过夜这件事 由此可见 游土黄在说谎 当公安人员第二次询问他的时候 他又说自己案发当晚在武汉 但是又找不出任何的证明人 警方第三次询问他 他依然说在武汉 我是没有证明人 但是你们也没法证明我不在武汉呢 到这儿 专案组又失去了目标 不管是尚武 魏伟 胡家祥 还是胡小青 这心里都是火烧火燎的 而外界环境对专案组的办案 也非常不利 虹安离武汉不远 省城的很多媒体都做了报道 有的还说呀 这嫌疑人已经抓住了 破案就这几天了 现在很多网上当时现场的照片 都是当时这些报纸流出去的 但是好几个这几天过去聊 案件依然没有进展 在警方的要求之下 媒体不再跟踪报道这起案件了 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 如果长期不能破案 各种谣言又会分支塌来 每一回有大案 在破案期间呢 都是媒体捣乱 加上民间谣言 但是大路呢 还是好得多 都听指挥 只要上边一下文不让干什么 马上就收手 不像台湾白冰冰之女 白小燕那个绑架案 那边纯粹的新闻自由 媒体生生把她姑娘给坑死了 我这么讲故事 是不是能上首页呀 朋友们 这都是梦 说回来吧 专案指挥部呢 决定请全国最权威的专家们 前来帮忙 面对现场不多的痕迹无证 专案指挥部请来三位专家 足迹专家 行真专家 法医专家 要说足迹专家 内蒙古自治区出的最多 而且常常来源于民间 足迹追踪 就是根据一个人的脚印 从而判断出一个人的 基本体貌特征的侦破方法 每个人的走路姿势都不一样 留下的脚印也不一样 只要有个脚印 就会把一个人的高矮胖瘦 这些信息泄露得八九不离十 大家都知道 内蒙古曾经出过 马玉林 谢志学 这些非常优秀的足迹专家 而在2008年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声雀奇 这位就是内蒙古的董燕珍 他本来不是警察 民间人士 但是他从小接触这种技术 您奇怪了 谁从小能接触这个呀 家传的手艺 他的曾祖父董长存 和祖父董世玉 都是当地警界有名的 足迹追踪专家 所以呀 董燕珍从16岁 就开始协助警方破案 22年呢 直接或者间接的 破获了各种刑事案件 那上千起了 成了中国当代 足迹追踪学的旗帜性人物 最传奇的时候 他曾经在七天时间之内 在鲁豫两地 协助当地公安机关 连续破获四起重大杀人命案 帮助分析刻画人形13起 但是在警界内 对足迹追踪术一直有争议 这种技术和测谎一样 拿出来的证据 没有足够的排他性 不够严谨 所以也经常会出现误判 甚至冤案 足迹专家王清举 曾经鉴定的结论 就出过错 但是在这起案件当中 没有其他有力的抓手 只有这几个大鞋印 在血迹当中 叼叼叼印得非常清楚 这样的话 就只能先依靠足迹鉴定 找到重点嫌疑人 之后再想办法通过测谎啊 作案时间排查这些手段 来进行甄别 这样足迹专家请的是董燕真 法医专家请的是陈世贤 刑侦专家请的是乌国庆 大名鼎鼎啊 后两位都是公安部 刑侦八虎当中的人物 乌老啊 去年也就是2019年的6月份 走了 这回那边太平了 说回来 最先到达的是足迹专家董燕真 在一个院子里 指挥部模拟了一个现场环境 三间小平房里 与现场相同的开间 相同的地面 相同的照度条件 董燕真呢 就躲在中间的一个房子里边 通过一个小窟窿眼 注视着从外面走进来的人 看进来人的步伐 步态 三台摄像机架在三个角度 同步记录下过往之人的行走过程 谁进来走啊 嫌疑人 警方怀疑的那些人 他们不知道门后边的眼睛 和这三台静悄悄工作的摄像机 第一个被传唤到场的是文水扬 这人呢 已经被排查过了 并且基本可以算是查否了 但是按照指挥部的要求 凡在排查名单当中的 都要按照设定的程序 来走上这么一遍 他走完之后 董燕真非常果断的把他排除了 间断解说 来一个排除一个 来一个排除一个 胡小青啊 手上有一个名册 上面有四十八个嫌疑人 几天下来 全都被排除了 董燕真离开洪安的时候说 没有一个人符合 我认为 凶手没有被纳入 重点怀疑人的名单里 虽然说足迹啊 他不像指纹那样具有唯一性 但董燕真这么坚决 也让大家的心里 蒙上了一层阴影 董燕真前脚刚走 后脚公安部 刑侦八虎之首 乌国庆 乌老就来了 人家原来是公安部 刑侦局的局长啊 警戒公认的神探 见过大场面的人 东北二王持枪杀人案 彭妙记团伙 入室杀人抢劫案 还有湖南的张军案 等等这些都是他指导针破的 有没破的吗 有 天下第一悬案 忽兰大侠那个没有破 毕竟是人啊 要是给一个案子就破 给一个案子就破 破案率百分之百 那就 我塞了 不是人了 成神仙了 乌老来的时候啊 大雪已经封锁交通好几天了 去大别山的道路还没有完全恢复 上新旗也被白雪覆盖 路面上都是冰 乌老虽然岁数不小了 但这精神头真不错 到武汉的当天就辗转来到了 大别山下雪风洞的现场 虽然他见过很多的凶暗现场 但是还是承认 像鸿安巴士这样的凶暗 非常罕见 吴国庆乘坐的车 只开过了水泥厂就停下了 他要下车步行 从村村通公路一路走过来 先爬上公路边上的小山坡 朝四周的瞭望一下 现在看不见什么白茫茫的一片 来到第一现场 上午尽量客观的描述当时的情形 摩托车在什么地方 人在什么地方 妥协在什么地方 说到哪就走到哪 指着现场给您看 他们来到石灰摇钱的时候 这摇火早就已经熄灭了 唯一的幸存者 那条白狗也没影了 有人说是饿死了 有人说被人套走吃了 反正现在没了 谁也找不着 乌老对第二现场进行了细致的研判之后 大家回到洪安县专案指挥部的会议室 开始了专案组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大型案情分析会 刑警们热情非常高 都知道乌国庆 如果不是这个案件 你哪有机会得见一次啊 都有点追星的那个意思了 同时呢 也盼着乌老给纸条明路 大家伙早点破案 乌国庆和大家说呀 我们既要重视现场痕迹物证和现场的状态 也要重视犯罪分子在作案过程当中在现场留下的各种信息 他只要有活动就会有信息 给大家举个例子 门板被犯罪分子砸坏之后 这板子掉了 吴小发的孩子出来被杀死在门板上 而同时呢 这个孩子旅游鞋的鞋底上还有血迹 这个血迹是屋内死者的 通过这一点我们就能分析出来 这个孩子是在门破了之后爬出来被打死的 打死他之后接着打的屋里人 现在案件的关键在于 犯罪嫌疑人摸上了以后啊 我们没有能够甄别他的重要证据 也就是个体识别的东西 现在呢 就侦查和技术结合起来 我们来对现场做个分析 会议室的大屏幕上 先出现了一辆摩托车 吴老说 摩托车给我们的信息是 如果这个人单纯的把车摆到路上 那目击者看到的车灯就没有晃动和上下的颠簸 如果吴小发从家里出来顺着路走 他上路之后没有往右拐 直接左拐 最后和犯罪分子在某处接触 把某处定为动手现场的根据 这是很多人都证明了的 看见那有摩托车 有血迹 有拖鞋 几个证人的说法也都很一致 所以这一点是可信的 那为什么路过的人 没有看见过受伤的吴小发呢 凶手使用的是钝器 所以开始这两下伤的不是太重 被害人在受到攻击之后啊 还可以跑 他受伤之后 从发现摩托车的那个地方 往家的方向跑 我们看到沿路的植物上 都有他的血迹 而且血迹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飘洒 这就可以证明 他就是在向那个方向跑 跑出去将近28米之后 那里的植物上有喷溅的血迹 植物旁边还有一大滩的血 这28米证明受害人被打伤了 从这以后的15米 发现受害人尸体的地方 从最开始到最后 一共加一块43米 这15米受伤之后的纠缠路程 是一个追打的过程 最后吴小发不行了 倒在地上 旁边有大量血迹 摩托车本来是在路上的 后来没有了 这就是犯罪分子杀了吴小发之后啊 又赶紧返回来把车推走了 同时把车跟前的一双拖鞋 转移到了受害人倒下的地方 所以首次交手的地方 没有摩托车也没有拖鞋 如果凶手是两个人 那么在之前就不可能让吴小发 跑那么远 俩人控制一个人 吴小发想跑不容易 肯定会一个追他 一个过来赶紧推车 现在的证据都说明啊 就是杀人的犯罪分子 把车推过来的 没有第二个人 在两个车把上 都有血手套印痕 而且血迹都是吴小发的 犯罪分子杀人之后 把车钥匙扔在草丛里 再把手机电池抠掉 然后他朝着有光亮的方向走 去了石灰厂 厂里有一个小房间 房间的门上有血迹 是用血手套碰触过的 但是没有翘 犯罪分子在这寻找了一些工具 这木棒的头上有烧过的痕迹 那就是烧石灰的时候烧的 所以这根木棒就是石灰窑的 木棒比较长 用起来不顺手 所以结成两段 一段长一点87厘米 这样用起来 他就比较顺手了 犯罪分子拿着一截长的作为凶器 另一截短的就留在了原地 这个现象也正好说明 只有一个人 如果是两个人 那肯定一人拿一截啊 他下来到案发现场 当时房间里有七个人 其中一个孩子 两名妇女 其他的都是男性 但是他一点都没犹豫 因为门上有栓 他就踹门进屋 门上的痕迹说明了这一点 进来之后 首先接触的是陈小润和左边屋子里的人 陈小润被袭击之后 有抱住犯罪分子腿的动作 左屋里的人遭受棒袭 身上都有棍棒伤 但不是致命伤 陈小润往门外跑 凶手追出去 把他打死 或者是打倒了 趁这个功夫 左边屋子里的人 就把门给关起来了 门后呢 有左屋里的人 血滴滴落的痕迹 和擦碰的血迹痕迹 其他人被惊动之后 都把门关上了 犯罪分子回来的时候 跟他对抗的是汪世书 结果被棒子打倒 接着凶手打右屋里的人 他曾经用木棒捅门捅破了 门上的洞大小 正好和杀人凶器 这个木棒一样 同时还有一个小洞 这小洞上留着木棒上 被烧过的碳的痕迹 虽然是捅破了 但是没有捅开 犯罪分子就用脚踹门 踹漏了之后 小孩跑出来了 被他打倒 之所以这么判断呢 是因为这个孩子 是俯卧在门板上的 而这门上喷溅的血迹 是右屋里面 另外一个男人的 所以犯罪分子 紧接着打的是这个男人 然后是吴小发的妻子 因为那个男人的手 是被吴小发的老婆压在下面的 他在右边屋子里杀完人之后 出来把那根木棒放到了中间的屋子里 然后他干什么了呢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第一啊 如果汪氏书是属于拿着菜刀出来准备抵抗的时候 被犯罪嫌疑人打倒 那菜刀就是从这儿拿起的 还有一种可能 这菜刀啊 应该是从厨房里拿出来的 因为厨房的门框上 有血手套的痕迹 凶犯先用刀切割了汪氏书的颈部 这么做就是怕受害人活着 只要有一个活着 凶手的后果就很严重 紧接着 他出门把陈小润的脖子也切了 之后就是右边房间的几个人 最后才切的左屋里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 左边房间里有条毛巾在那挂着 犯罪嫌疑人曾经用那条毛巾擦过刀 擦完之后 毛巾被他扔在地上 同时就把刀放在进门以后的那个柜子上 所以左屋里的人 应该是最后被切割的 放下刀之后 他才去翻动每个受害人的一兜取材 因为我们发现有的受害人 被掏兜掉出来的钱 正好落在了血泊里 而这个血泊是在切井之后才大量形成的 如果先掏兜后切井 那血应该是在前上面 而不是在下面 所以我的判断应该是这个顺序 吴国庆接着说 凶手杀人之后翻动了很多地方 先是重点部位 男女主人的房间 床上床下 房上吊着的包袱 柜子也全部都被撬开了 他拿走了多少钱我们不知道 但是在清理的时候 只有四百多块钱的现金了 也没发现存值 翻完这一遍 他有去的左边房间也是翻了个遍 连冰箱电饭锅都翻了 我在过去办案的过程当中 也遇到过一些类似的事 一般都是农村人才会做出来 因为他们习惯把钱藏在这些地方 听到这儿 各位 家里有把钱藏在冰箱和电饭锅里的 赶紧改地方 以后这都属于责任重点查找的部位 吴国庆说 犯罪分子把这一切都做完之后 逃离了现场 这就应该是犯罪分子的整个作案过程 说这个过程 就是要解读犯罪分子 在整个作案过程当中 都有哪些行为 行为出来了 案件的性质也就出来了 他的目的就很明显了 一个是为了取材 同时也是为了灭口 而且呢 他要钱不要物 杀了吴小发之后 这摩托车到手了 他不要 吴小发的手机 他也不要 屋里还有好几个被害人 都有手机 他一个都没拿 之所以要把电池取出来扔在那儿 是为了让其他人给受害者打电话的时候 这电话提示无法接通 或者不在服务区 而不是关机 这样做 可以避免让受害人的家人产生怀疑 从而使报案的时间 向后延长 要钱不要物 拔掉手机电池 这都说明啊 他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我再强调一下 关于作案人数 我依然认为是一个人 因为杀人凶器 那个木棒上 有七个人的混合血迹 他们都被同一根木棒打过 同时呢 现场也只发现了一种花纹的足迹 这就说明凶手只有一个人 吴国庆说完 有侦查员就问 我们排查的对象当中啊 有的条件特别吻合 明明是重点嫌疑人 就是查不下去 否得最多的就是时间对不上 吴国庆说 一个嫌疑人 有没有作案时间 不能由跟他有利害关系的人证明 应该由客观事实证明 大家想一想 这几十天来 否调的这么多人 有没有存疑的 现在要把梳理出来的嫌疑人 重新排队 重新调查 上次是怎么否的 这次就专门指查是怎么否的这一项 吴国庆年事已高 在洪安呐待不住 当天晚上就到武汉去了 第三天 他离开武汉返回北京的时候 打了电话 你再提及 希望专案指挥部啊 要坚定信心 只要这个案件的侦破大方向没问题 就一定要坚持住 吴老回北京没几天 公安部特聘刑侦专家 中国公安大学教授 大法医陈世贤来了 您说怎么不一块来呀 这一前一后的 各有各的事 全国呀 不是就这么一个案件 从这个案子上下来 就赶紧奔下一个 陈世贤呢 咱们提到的相对较少 因为他是法医专家 1994年 千岛湖特大纵火抢劫杀人案 1998年 辽宁海城台湾高雄市议员林迪娟 被绑架 伤害致死案 他都是破案的关键人物 朋友们应该还有印象 2008年1月3号开始 整个南方大面积地区遭受了暴雪和冰冻灾害 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大雪封住了所有近山的路 专案组派出了一辆专走雪路的越野车 把大法医接到了上心急 陈世贤从法医的角度对案情进行了分析 他觉得第一个问题是八个人的死因都比较简单 基本上就是两个 头部被击打造成颅骨粉碎 二一个就是颈部被割破造成大出血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损伤和工具 分两部分讲 一部分是吴小发 一部分是其他人 关于吴小发有点特殊 他的头部和颈部的损伤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钝气伤 一种是锐气伤 以锐气伤为主 颈部和颈椎有多次切割造成的切割伤 还有多次刺戳造成的锐气伤 除此之外 还有头部少数的钝气伤 总的来说 吴小发的头部损伤 看起来比较花哨 但是伤情都不太重 脖子上的损伤是大出血 但是这个伤 必须是他基本丧失抵抗能力之后 才能造成的 但是又说回来了 他头上的损伤那么轻 怎么能丧失抵抗力呢 所以在抹他脖子之前 要有一个窒息的过程 人窒息有两种情况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个是囚禁膜下角出血点 第二个是心脏上会有小的出血点 当然主要的判断依据 还是囚禁膜下角出血点 本案有两种情况 可以让吴小发窒息 一个是他抹脖子的时候 血液从气管浸到肺里 我们叫吸入性窒息 俗称呢就叫噎死的 比如说把水吸到肺里 这就叫吸入性窒息 从吴小发的解剖结果上来看 他存在这种情况 但是噎死很少造成囚禁膜下角出血 这个地方出血 常常都是因为颈部受压 头部动脉的血压呀 大往里收缩 颈脉血管比较薄 受压之后这血出不来 头部有淤血 就会在囚禁膜上形成出血点 所以说吴小发应该有被人恶颈的过程 也就是被人掐过脖子 我们知道吴小发是唯一死在野外的人 当然死在室外的还有那个女的叫陈晓润 她是在屋檐底下 野外我们实际上就是吴小发一个人 她当时是骑摩托车出去的 我们先不管她为什么穿拖鞋 为什么不系裤腰带 但是我们从裤子上看到 她的裤裆撕破了 这种损伤啊 通常是在摩擦的过程中紧急停止 比如说制造一个障碍物 人往前滑动 滑动之后呢 前面这个障碍物比我们胯下的位置要宽大 逼我们两条腿啊 要劈开 劈开的时候就把裤裆给撕坏了 所以呢 我怀疑当时吴小发第一个和犯罪分子遭遇的表现是骑在摩托车上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停止 惯性造成人体向前猛的一冲两腿劈开把裤子撕破了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 那他难免要摔倒 所以呢 他应该有摔伤 之后他和凶手的遭遇过程可能有掐脖子这类情况 凶手把他拖倒 也可能是一边拖一边拿刀捅他 掐脖子 捅他脸 到最后才终于把他杀死 那吴小发为什么不逃跑 为什么不爬到山坡上 当时天黑啊林子也挺密 他钻到里边就不容易被找到了 我判断他可能是刚遭遇歹徒就被劫持了 设想一下正因为是被拖着脖子走 所以裤子和上衣他就分离了 肚皮就露出来了 路边有很多的树叉 树叉对腹部造成了很多的浅表划伤 其他七个人呢 主要是顿器商和锐器商 锐器商就是抹脖子 顿器商呢就是击打头部 从照片上看 这七个人的头颅损伤 几乎都是非常致命的 犯罪分子最开始就是用棍棒打 因为这上面呢沾着血迹 腰了一下 这根棍棒是650克 一斤三两 长68厘米 直径5厘米 拿到手里啊不是很沉 但是这木棒比较粗 有点短 所以呢 鸡打只造成了树皮脱落 棍子没有折断 那造成这么严重的骨折 需要施加多大的外力呢 这根棍棒台